哈喽,现在是每周三强行教学的时间 如此高大上 人人点赞的照片知如何融入大自然 无论你是在日式的阿尔卑斯山上 还是在黄山、蜜云、苹果 总之它都是大自然 那我们怎么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拍出了照片毫无违和感 让你的所有朋友圈的人都给你点一个赞呢 首先呢是衣服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衣服 比如说这种白白的衬衫啊 而且它还带着这种碰碰袖 然后披上一张浅粉色的丝巾 那你呢也可以搭配这种小吊袋式的小裤子 然后呢有这种宝袋风格呢 就够适合这种田园风格 但是身上很冷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毛衣 但是这个毛衣太过于正经了 所以我们选择毛衣的时候 不要选择这种现肢的 然后过于正经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换一种毛衣 看这种长长饭啊粗矿的毛衣 而且又有风风感觉 都更适合大自然的风格 关于发射呢你也可以选择这种小小的白白的花花 对于总在自然中呢 你什么东西是你不可获取的单品 那就是帽子 但是你不要喜欢那种毛绒的帽子 羊毛的帽子 朋友们啊在这里你就不要搞得很逗逼啊很严肃 你一定要换空 适量 深吸一口气 啊就是这样的表情 拍摄的时候严谨做这种动作 啊大自然摩拉拉 你可以做这样 好像你漫步在山间的动作 有人爱死了 路口远方 综上所述 我绝不是让你拿出去装逼 我是真心为你好 我希望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的不一样 融入这个自然 身心与自然合一 所以你要相信 你要坚信 你就是一匹马 我饿了啊 饿了啊 我这种方法已经培养了很多人 我的一些学生真的已经融入了自然 并且变成了一匹好马 我只要这一只 你家溜溜的大姐 人才溜溜的好友 张家溜溜的大哥 韩沙溜溜的大哥 韩沙溜溜的大哥 你所教的我的书农包吗 你所教的我的书农包吗 妈的智隐 妈的智障 外面下的鱼 好多经验 给个赞吧 我还来不错 好可怕 你好 谢谢 谢谢